大家好,我是Mr.Mansel,今天会为大家讲的就是Mastering Maths的Exercise 16D Q18审题 A badminton match comprises the best of three games A player must win two games to win the match The probability that Jackie wins the first game in the match is 0.5 The probability that Jackie wins a game given that He has just won the previous game is 0.6 And the probability that Jackie loses a game given that He has just lost the previous game is 0.7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he wins the match in two games only 既然他玩三盘的,我们就画一个数图出来先 因为他这里有几个角度,0.5,0.6,0.7 0.5就说他赢取第一盘的 game,就会是0.5 留意一下这句 Wins a game given that he has just won the previous game is 0.6 即是说如果他上一盘的 previous game赢了的话 他金盘赢了就是0.6 看看吧,他上一盘赢了,金盘赢了,这个位置是0.6 其实画面上还有一个game是之前赢了,下一盘赢了 在哪里呢?没错,就是D的位置 OK,再下一句 Lose a game given that he has just lost the previous game is 0.7 哦,如果他上一盘赢了,即是已知,即是已知 他上一盘赢了,金盘又赢了,就是0.7 上一盘赢了,金盘又赢了,0.7 哦,这两个是0.7 好,根据上一盘赢了,金盘赢了,0.7 第1个,上一盘赢了,金盘赢了,0.7 第2个,上一盘赢了,金盘赢了,0.7 就是7个,第3个 好,如果我们填了,0.5的概率 0.6的概率,和0.7的概率 我们发觉,刚刚好呢 就是,每一盘的赢了,我们都起码知道其中一边的概率 好,那另外一边怎样呢?很简单的 你想想,他赢了的概率是0.5 那输呢?输一定是0.5 因为加上是1 好,接着这一盘赢的概率是0.6 那输的概率是0.多少? 没错,0.4,因为加上就是 好,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行了 好,看看这里,如果输的概率是0.7 而赢的概率是多少? 赢的概率是0.3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填整个图 那为什么这么紧张呢? 一填到这幅图,我们就什么都会计算 好,首先就是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he wins the match in 2 games only 即是说,他Win the match 即是赢了整个游戏 那他赢了游戏,只需要赢2局 那他就是in 2 games only 那我简单就是Win Win 0.5乘0.6 没难道,两个数乘0.3 好,接着B he wins the match in 3 games 他要在三盘里面先打赢比赛 那他有什么可能性呢? 那我们看看 D这条路就不行了 因为D这条路已经赢了 即是两盘已经完成了 那要三盘如何呢? 就是走这一条 即是说,赢第一盘,输第二盘 接着赢第三盘 然后赢了两盘 那我都赢了另一条赢的路径 好了 由于WLW 即是Win,Loss,Win 我们达至了赢比赛的目的 以及LW 都是达至了两盘三盛的目的 所以我们就有两条路径去做同一件事 而由殊途同归 那我就跟着路径 找一些概率 就是0.5就是第一盘 接着那盘要输就是0.4 然后再赢就是0.3 那就出现了三个数相成 那也是LW 就是第一盘输就是0.5 接着第二盘是0.3 而第三盘又赢就是0.6 这样走出来 接着就是0.15 好,接着就搞了C He loses the match Given that he wins the first game 好了 他又要输了 但是他就赢到first game 如果我们写回一个 probability 就是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是叫条件概率 就是已经知道了 他是赢了第一盘 但是他最终就是输了整个的游戏 如果他已经知道他第一盘赢 那我们就站在这个位置里面再去量度 好,他赢了第一盘 但是他赢不到游戏 就一定走 第二盘一定要输 OK 那他走到这里了 行不行 那他要他输了 输完之后 他又不可以赢 又要再输 原来就是第二和第三盘都要输 那就可以达至了这个概率 其实conditional probability 就是一个叫做 条件概率 只不过我们缩少了这样的空间 本来我们从第一关开始计算到第三关 现在不用了 已经知道了第一关 是赢了 那我们只需要理会 就是第二关和第三关的事 所以条件概率 我们不用理会这么麻烦 我们就想再简单些 哦 他赢第一盘 他要输个比赛 他就要输第二盘 和输第三盘 输第二盘 and输第三盘 那就同时发生了 同时发生 就是过关 所以就是0.4 就是输第二盘 和0.7 输第三盘 剩下就是0.28 那又说算完了 好多谢大家 拜拜